現在有看到的部分就是我們的紅蚯蚓的部分 秘密麻麻 三隻的非常好 整個都是秘密麻麻 又可以增加植物抵抗力 然後又可以增加植物的吸肥的力量 用自然的方式讓植物可以長得很好 這是我們養蚯蚓最主要的目的 另外就是它還可以去吃掉我們的堆肥的部分 我們半腐熟的堆肥 我們就是可以拿來給蚯蚓去幫忙分解 那就可以在短時間 因為蚯蚓是生物 它在吃的速度就遠比微生物在分解還快 所以馬上就可以變成最天然有機的肥料這樣子